他设计新颖 是名副其实的吊蟹高手 可以啊 咱们这个收起来了 然而他也有发挥失常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啊 我看他被拉下去的 各路高手来挑战 他大显身手 惊喜不断 人家好像很传那样的 三个螃蟹 都都压弯了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 螃蟹吊起来 螃蟹 秋天最让人开心的一件事 那就是吃 吃什么呢 当然就是吃我们的大闸蟹了 买点回去跟家人 奔上一点黄酒 弄上点姜末醋汁 然后啊 把这螃蟹一扒 里面个个肥极了 又是高又是黄的 太好吃了 那么现在 倘若有人跟你讲啊 走 咱们去钓螃蟹 您觉得这事可信吗 我们今天给您介绍呢 就是一个可以捕捞螃蟹的发明 螃蟹 螃蟹 肉质鲜嫩 高四凝脂 几千年前 便已征服了人们的味蕾 秋风起 蟹脚痒 吃蟹是入秋后的一大盛事 一杯绍兴酒 据三五蟑友品蟹副施 可谓人间快事 于古人而言 蟹带来了舌尖上和心灵上的双重滋味 而几千年后的现代社会 螃蟹同样赋予我们与众不同的 休闲享受 秋日的午后 一人闲坐在岸边 一根长长的吊杆 一个忠实的伙伴 便能感受到风轻云淡 岁月静好 画面里这个人叫徐国欣 是一名钓螃蟹爱好者 他的闲暇时间 几乎全部奉献给了这项爱好 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 钓螃蟹的呢 你好师傅 您这个是钓什么呢 我钓螃蟹 钓螃蟹呀 对 我看咱们这个钓鱼还是挺普遍的 钓螃蟹还比较少见 江南水乡嘛 螃蟹比较多嘛 那咱们这个钓螃蟹跟钓鱼有什么区别吗 我给你看看狗子吧 跟鱼狗还是有点区别的 它就像一个八字型的狗子是吧 这两边都是钓鲸 然后把那个蟹蚓穿上去 把它弄到水里 然后这个螃蟹吃的时候呢 它有时候嘴巴就勾住这个这个键键 有时候它那个爪子夹在这个上面 然后那个符子就开始动了 感觉有螃蟹我就用这个操网把它操起来 就行了 徐国欣告诉我们 钓螃蟹看着简单 实际操作起来 却需要丰富的经验 螃蟹一旦吃钩 就得眼疾手快地收线 及时用钞网将螃蟹捞起 这一步最考验技术 一不留神 螃蟹就会逃之夭夭了 有十年钓蟹经验的徐国欣 钓了近两个小时 目前也只收获了三只螃蟹 电量挺沉的 对对对 大概有色量 我看咱们这个螃蟹大小 这个还个头不太一致 有大有小的 这个也和你们就这样的 谁也不知道下一秒 会钓起多大的 每一次都是惊喜 每一次都是惊喜 是吧 短短几句交谈 我们已经体会到了 钓螃蟹给徐国欣 带来的幸福感 临走时徐国欣告诉我们 最近他接到了 来自表弟徐滨贤的挑战 徐滨贤家住江苏省张家港市 从事程序设计多年 最近爱上了钓螃蟹 可技术却远不及表哥 钓上的螃蟹总是跑钩 这让他十分恼火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他脑洞大开 动手做了个钓螃蟹网 钓网做成后 徐滨贤爱不释手 声称这就是他的钓蟹神器 并约表哥鄙视一番 对于这个邀约 徐国欣嗤之以鼻 他根本不相信表弟 能做出什么吊蟹神器 距离比赛时间还有两天 我爱发明的签文 决定先找到徐滨贤 一探究竟 您是徐滨贤 徐先生吗 我是 你好 我是我爱发明的签文 你好 你好 我听说您是做了一个 钓螃蟹的工具是吧 对 然后我是想过来看一下 那欢迎 欢迎 你进来吧 就在您家里 是吧 这个就是我最近搞的钓螃蟹的网 您这个是怎么钓螃蟹 能给我讲讲您这个设计吗 这个就是螃蟹网的骨架 就是两根交叉的工具 这个就是网 然后四根收网线 中间它有个铁缀 这个是耳沟 就是可以挂耳料的 然后这上面就是符子 螃蟹吃这个耳料的时候呢 水面上的浮飘 它就会往下面一拉一拉的 我们看到浮飘动了之后呢 就齐往我们一兜 咱们就这么一兜 对对对 就把这个螃蟹 咱们就是给兜到这个网里面来了 对对对 徐滨贤做的这个螃蟹网 让人瞬间想起了 倒是收妖怪的口袋 今后水里的螃蟹 何得当心了 一旦你被耳料的美味吸引 傻傻地吃上一口 浮飘一动 口袋一收 你可就再劫难逃了 设计很新颖 但实不实用呢 我们决定就地取材 利用家中闲置的鱼缸 进行一次模拟测试 用这个鱼缸来模拟 咱们这个核糖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 在这里边我也放了几只螃蟹 一会儿呢就看看咱们这个螃蟹钓网 究竟能不能把它们来捕捉起来 行吗 好 我们来试试 好 我们试一下 挂上耳料 将螃蟹网放进水里 就好像布下了一个陷阱 陷阱上方悬挂着美味的诱饵 钢里的螃蟹 究竟能否经得住诱惑 一旦螃蟹咬勾 钓网又能否迅速收起 将螃蟹捕捞起来 十分钟过去了 可以看到 水里的螃蟹始终贴着钢边行动 竭力避开钓网 对耳钩上的美味 也丝毫不感兴趣 这是为什么呢 它就是感觉到 就是跟河底不一样的 野生环境下 看到这个鱼儿 它马上就扑过去就吃了 面对陌生环境 螃蟹十分警惕 我们只好耐心等待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渐渐地 一些胆大的螃蟹 开始慢慢接近钓网 水里热闹起来 浮漂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晃动 它们或许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离危险更近一步 这时 一只贪吃的螃蟹 抵抗不住食物的诱惑 试图向美味爬去 爬至半路 感到危险 慌乱中拉动网线 导致耳料下沉 砸在另一个同伴身上 而那位无辜的同伴 蟹爪早就被网线紧紧缠住 根本无暇逃脱 水面上浮漂落下 徐滨贤用力一提 螃蟹就给收入囊中了 被诸队有连累的这只螃蟹 此时不管不顾 在网中大快朵移 发泄着心中的愤怒和委屈 通过测试可以看到 徐滨贤的这个工具 对于螃蟹来说 确实是极大的威胁 哪怕不慎牵动网线 都会有被捕捞的风险 并且收网速度快 只要水面上浮漂移动 螃蟹瞬间就会被打捞起来 想要逃跑非常困难 接下来螃蟹网就要与八字钩 在实际环境中进行较量了 比赛当天 我们按照约定时间来到现场 螃蟹网能够经受住考验吗 看看我做的新武器 来 三门钓螃蟹的 下到水底它就是打开的 螃蟹进去一吃 浮漂一动我就一起 它就把它包起来了 你这个不是太灵活 这个网太小了 我估计很难钓 基于多年的钓蟹经验 徐国欣并不看好这只螃蟹网 对此徐宾贤很不服气 二人约定 一个小时的时间 螃蟹钓得多的一方获胜 比赛开始 徐国欣依旧使用自己最拿手的八字钩 以秋饮为耳 动作娴熟 再看徐宾贤 为了防止受到干扰 他选择的钓位与表哥 拉开了一段距离 此时 他正在将一块鱼肉绑在耳沟上 然而我们发现 鱼肉上包裹了一层白色网布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鱼肉它比较嫩 螃蟹稍微吃它就吃烂了 我把它包起来 这样钓的时间又长一点 徐宾贤的准备工作 做得非常细致 五分钟不到 螃蟹网 就有了动静 上螃蟹了 它挺快的您这个 肯定有的 今天这第一竿是您要钓上来了 肯定是我要先上来 先上来 您还不信呢 这个是吧 要不要马上打你的脸 那咱起钩看一下 好 什么都没有啊 我看它被拉下去的 没想到 上来的竟是个空网 而这正好验证了 徐国欣的判断 今天你输定了 你这个还是回家好好改造一下吧 虽然有些沮丧 但徐宾贤不服输 毕竟这才刚刚开始 他决定换个位置 也换换运气 没准下一次就能钓上个大螃蟹 另一边 徐国欣也更换了钓位 他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那边水太浅了 边上小鱼很多 这边我看了一下可能深一点 螃蟹可能多一点 徐国欣告诉我们 影响钓螃蟹的因素有很多 天气 温度 核糖环境 都会影响收获 那么凭借经验 他能够钓上螃蟹来吗 看到表哥已经钓上了螃蟹 自己还一无所获 徐宾贤心里有些着急 更换的钓位 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 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一半 终于螃蟹网再一次有了动静 咱们这回是真的上螃蟹了是吧 肯定上 怎么还是没有的了 又吹牛了 他说你又吹牛了 这怎么又是空钩啊 现在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第二次起干 上来的竟然又是空网 徐宾贤失望之余 也意识到螃蟹网在设计上 必然存在着一些缺陷 相比于徐宾贤的愁眉苦脸 此时的徐国兴却是兴奋不已 他的第二只螃蟹 钓上来了 这咱们今天第二只了吧 对对对 您得可以啊 连着上两只了 看看 哇 这个也很大 哇 加到手了吧 太生猛了 这个是母蟹 母蟹 眼看着徐国兴连上两只螃蟹 而自己却仍是零收获 徐宾贤倍感失落 螃蟹网真的要空手而归了吗 我这边上了 啊 这边上了 哇 这会真的假的呀 你看看 哇 这只真上了 啊 真的给抓下来了 真是好不容易啊 今天终于上了一只螃蟹 来 咱们再来个两个 啊 您那边也上了是吧 哦 看一下 您这还同时上了一个 咱们今天第三只螃蟹了吧 我还不敢我还不敢抓他 比赛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 目前徐宾贤钓上一只螃蟹 徐国兴收获了三只 结果已经非常明显 今天还是输了 没办法 回去好好反思一下 改造一下再来跟我比 咱们这回主要是 就是它竟然跑那几只螃蟹 可能就有点可惜了 对 先碰到两个 但是没搞起来 我回去眼见眼见吧 徐宾贤失败而归 回去后 他开始对螃蟹网进行改建 通过研究发现 由于耳沟与上方的 浮漂和网线 是通过一根铁丝连接的 河汤环境复杂 当周围有小鱼游过 就会拨动耳沟 带动上方的网线 转动拔卷 一旦网线卷起 收网变得困难 螃蟹就会趁机逃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徐宾贤花了很大功夫 不断地尝试 终于新一代螃蟹网诞生了 它是如何改进的呢 现在我这个耳钩分成了两部分 然后下面就是我加了一个八字环 小鱼 小虾 随便怎么往边上煮 它不会把这个打卷的 就不会影响它这个收网了 对对 仅仅在耳钩的连接上增加了一个八字环 就能解决之前的问题吗 我们决定做个模拟测试 看看效果 这一次我们在钢底铺上石子 放入螃蟹的同时 还给它们带来了新朋友 小金鱼 力求最大程度上还原核底的环境 一切布置完毕 我们没有立刻放入螃蟹网 为的是让螃蟹和金鱼 有足够的时间熟悉环境 此时它们各自聚成一团 对周边的一切高度警惕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 水里才渐渐热闹起来 下网的时机到了 徐滨贤将螃蟹网轻轻落入水底 丝毫没有惊扰到水里的这些小家伙 随着警惕性逐渐降低 螃蟹和金鱼已经建立起了 基本的信任和友谊 愉快地玩耍着 连螃蟹网也成了它们的玩具 这只螃蟹似乎对我们的水下摄像机 有点意见 它用两只大钳子 将垫在摄像机后面的签转 拨到一边 后腿一蹬就把机器踢倒在地 似乎也知道我们隔着玻璃拿它毫无办法 一点逃走的意思都没有 十分嚣张 天生的机警让螃蟹仍旧不敢接近耳料 倒是有几只小金鱼被吸引过来 在它们的作用下 耳料开始转动 而上方的网线并没有打卷 我们试着用筷子来拨动耳料 加大转动的幅度 可以看到由于八字环的连接 上方的网线依旧没有受到影响 底下这个八字环的转 对 然后上面的线没有打结 上面它不会打结 怎么转它都没事 一只螃蟹悄悄地移动过来 面对不远处的美味 暗中观察 确定了四周并无敌情 抓准机会大步上前 想要大开吃戒之时 却被徐彬贤收网打捞起来 测试很成功 徐彬贤信心大增 跟老徐我们来打个比赛 再叫上一些钓友 随便他们十八半 我就全部拿出来 我都没问题 随后徐彬贤联系了表哥 以及其他三位钓友 比赛选在了近郊的白鹿农庄 这里有专门的螃蟹池 供大家锤钓 清晨选手们早早地来到了比赛现场 进行准备 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经验 选择了钓位和钓蟹工具 其中 徐彬贤使用螃蟹网 其他四位选手全部使用八字钩 在耳料的选择上 徐国兴和三号选手周晓 使用的是蚯蚓 而徐彬贤二号选手孙惠星 和四号选手张敏 则是以秋刀鱼作为耳料 比赛时间为两个小时 螃蟹钓得多 且重量沉得获胜 我们也将根据实际战果 来排列名次 都有信心吗 有 您这边呢 有 咱们倒计时开始 好 比赛正式开始 大家各就各位 究竟最终谁能夺挂 让我们拭目以待 五分钟后 三号选手率先有了收获 一条小鱼是吧 我们看一下 哇 这么小 又又又又又掉了 您那旁也没钓着 先上了一条小鱼是吧 行 这也算您的收获 虽然只是一条小鱼 但选手的脸上依旧充满着收获的喜悦 天气有些闷热 接下来的十分钟里 水面上风平浪静 大家都有些着急 天也过了十多分钟了 您这还没有收获呢 今天是有点不好掉 因为前几天一直在下雨嘛 今天突然出太阳了 水里有点去氧 去氧之后它那个螃蟹它就不爱吃 等会我再换一个地方 再试试 将吊位换到了水塘的另一侧 这能管用吗 还真别说 也就是几分钟的功夫 螃蟹网就有了动静 可以啊 咱们今天的第一个收获 这还不小的 这些和蟹 行 真不错 您这换个位置果然有效 一过来咱们这就上螃蟹了 行 这边有点背影在下面 一只螃蟹收入囊中 徐滨咸信心大增 再看其他几位钓友 此时仍是一筹莫展 这个好像抓不牢 抓不牢 它这个螃蟹它感觉到一收获 它就是抓一只 一松就掉了 传统的八字钩 确实考验技术 一不留神 螃蟹就逃之夭夭了 很快 徐滨咸的第二只螃蟹 钓上来了 这一只看起来 个头要小一些 但却很活跃 在往里不断地 用钳子加取耳料 您这个 看这个战绩可观 现在已经两只螃蟹了 还行 它们怎么样 它们那边 现在还没有钓到螃蟹呢 我这个 我神气啊 率先收获两只螃蟹 徐滨咸兴奋之情 异于言表 有螃蟹了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慢一点啊 别跑了 好不容易咱们上了一只 好 嘿 这也可以啊 您今天的第一只螃蟹 对对对 好 咱们这也算开张了 这个儿倒是不大 看着 能上一只不容易 一号选手 徐国欣 钓上了第一只螃蟹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几位的情况 有收获了吗 不行 你看这个耳料都被吃完了 螃蟹有 就钓不起来 钓了一只小虾 钓了一只小虾是吗 在哪儿呢 在那个平底 在哪儿呢 这只虾实在太小 在水里摸了半天 我们才将它捞上来 这么大只小虾 行 那咱们也算是有收获 再来看三号选手 目前他收获了一条小鱼 六只小虾 可以称得上是 钓虾专业户了 量虽多 却没有螃蟹 您这边怎么有螃蟹啊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您觉得今天 还能上螃蟹吗 我估计危险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几位选手的差距 逐渐拉开 徐彬贤 目前已有四只螃蟹 我得跟他们通报一下去 可能这个地方 换的还可以 换的还可以 下面有螃蟹 位置还不错是吧 没过多会儿 他就跑到其他几位 钓友的阵地 去做指导了 太阳这么好 也钓得这么浅 螃蟹一般不在这里 然而大家似乎并不赞同 他的观点 没有人愿意更换钓位 比赛时间过半 大家进入佳境 螃蟹也接连钓上了好几只 而徐彬贤似乎觉得胜券在握 把吊杆扔到一边 就不见人影了 徐师傅 徐师傅 您得往上旁去了 您心够大的 这是人家帮您抄上来的 您得往上旁去了 我都在看他们呢 您这好像很沉的样子 三个旁去 钩都压弯了 咱赶紧把它搁在桶里吧 好 掉了这么多了 可以吧 佩服佩服佩服 您那边现在掉几个 我才掉了一两个 比赛接近尾声 大家都在争分夺秒 做着最后的努力 小狗毛毛也趴在一边 为主人加油打气 临近正午 我们的比赛结束了 好 咱们时间到了 大家停吧 停吧 然后咱们把咱们那个 掉上来的战利品 咱们都拿过来看一下 一个烧工螃蟹 最后一个是吧 行 二号这个是 就一个 就一个是吧 行 咱们四号是 三只 一号是四只 咱们三号是三只 好 就您这个将来多一下 十一个 11只是吧 我帮它数了 行 那咱们拿秤 咱们再秤一下 看看这个重量 到底具体是多少成 好 数量已经确定 接下来 我们将每个人 钓上的螃蟹 分别称重 结果会如何呢 最多的且重量最重的是 五号 咱们是11只0.96千克 第二名呢 是一号选手 是四只是0.28千克 然后第三名 是咱们这个四号选手 三只0.27千克 好 第四名是咱们这个三号选手 是三只0.2千克 然后您这个就是二号 最少 最后一名 咱们是一只0.1千克 对 您这个今天是拿到了比赛的冠军 觉得他这个网认可吗 这个网挺棒的 认可认可 名次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大家收获了一份美好的心情 加上了一个网兜之后 你就不用担心 这大闸蟹会跑了 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选择 找些地方去钓点螃蟹 然后自己 妹妹地吃上一顿 享受一下秋风起 蟹脚痒的感受呢